诶 原来戴着口罩也可以识别特效 算了 好奇怪 对 这口罩就很醒目 让人根本无法忽视我 我的眉毛怎么修成个断眉了 在车上就司机一个就还好 但是还有一个乘客就有点害羞 我的眉毛就是这样长的 它就是长得不太均匀 可能机场信号不太好吧 我还特意找了一个明亮的地方 就这个位置不是我 不是我等货的登记口 我等货的登记口太黑了 我给你们看 太黑了 就是那个深处 我现在不想过去 这个想在明亮 说着旁边路过一个人 我在说空无一人 然后那个人从这边走过来 别以为我是个神经病的 谢谢狮子宝的 它照得我的脸的颜色一在变 谢谢韩宁宝的飘带 谢谢棉花糖榜的兔兔 谢谢棉花糖榜兔兔兔 我网很差吗 我这边还好诶 我这边很稳定 那就是口袋的问题 找不到问题 那就是口袋的问题 谢谢狮子宝的飘带 因为我专门找了一个充电的地方 我怕一会儿到那边没电了 谢谢鲁肉饭饱的兔兔 嗯 好的 我一定会顺利到达的 谢谢韩宝的兔兔 大家中秋快乐 晚饭 晚饭我吃了一个好经营做的寿司 因为不是很饿 就吃了一个 哦 说到晚饭 我刚刚想去那个 就是过了安检之后的一家店吃饭的 就是它是一家那个 有 意面啊 然后 那种 卷的那种店 但是我一踏进去 它就跟我说打烊了 谢谢乐乐的飘带 谢谢Manda和城堡的兔兔 谢谢风雨宝的兔兔 谢谢威斯特堡的兔兔 今天的月亮 我还没有看到今天的月亮 想看了 嗯 嗯 要不我们找一找月亮 谢谢霓城堡的兔兔 我行李在这儿应该不会有人偷吧 哎 哎 人家打烊了 也不好打扰 谢谢妞乐的兔兔和飘带 哎 哎 现在人肯定很多 嗯 嗯 我看不到月亮 我看不到月亮 好吧 那就 到了再看吧 我在充管店 请注意 为了您一个核心的安全 紧急程规范的未来口罩 干什么 嗯 你们月亮还发不同款式的呢 我现在手机的电还挺危险的 但是我带了充电宝 嗯 嗯 啊 最近都是大光明呢 昨天也是大光明 因为我没有剪刘海 我也懒得剪刘海 呵呵 不知道握手会的时候会不会有公演 嗯 我觉得我的头发简直长得太慢了 我以前以为我的头发长得很快的 我不是说等我的头发长长我就要去染头发吗 哎 但其实也不慢吧 哦不对还是有点慢的 我那会儿把它剪短是当时因为为了剖头发嘛 但是好像是剪的这么短 长了一年 长了这么多 我卡了 嗯 这信号太差了 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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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卡了 太卡了 她在变相催促我 她在催促我 嗯 嗯 哼 谢谢牛家堂宝的兔兔 嗯 太卡了 嗯 想催促 好 我再过一分钟我就去登记 这红色的口罩 这是红色的口罩 这是绿色的口罩 天呐 姐妹 你不会是红绿色吗 哇 稀有的红绿色盲出现了 天呐 你们看过最近的脱口秀大会第四季吗 我看了之后我就 对这个红绿色盲这个很敏感 哇 天呐 哦 我跟你们讲 等一下 我最后再绕一分钟 我跟你们讲 你们就是 玩哈利波特的 知道那个打人柳吗 我以为可以打很多次 结果只能打一次 然后我是看了攻略的 然后我当时看了攻略之后 我就一次性就过关了 然后所以今天郝静怡 他说他一直打不过去的时候 我就很惊讶 我说看了攻略 难道不是很简单吗 结果 他说 他说好啊 你帮我打呀 好 我帮你打 结果 结果我打了二十次 差不多吧 我打了二十次 而且我 我打到第十次的时候 我开始怀 我开始叛逆了 你知道吗 我说我一定要给你打过去 然后就真的很怀疑自己 如果我当时怎么 是怎么过过去的 难道是这个打人柳 他他增强了吗 他 因为我打太快 所以他增强了吗 对哈利波特 不 我没有克金 不 不是好进一太还比我强 然后我 我最后我终于给他打过去了 就真的 真的还是我 是我当时打的时候运气好 一次性过了 我第一 我当时看了攻略 就我自己没看攻略的时候 我也就傻嘛 就也不会打 然后看了攻略之后 我就很聪明 我一点就通 结果终究还是高估了自己 原来靠的是运气 好的 再也不想过打人柳了 好 拜拜 拜拜 你们早点休息吧 我估计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拜拜 谢谢摇拖晃到宝的兔兔 谢谢卤肉饭宝的花钱月下 等到了那边看能不能拍到月亮 拜拜